金元代工封测股买点浮现 欧洲债性危机引发市场需求下滑的疑虑 外资德意志证券昨天发表最新半导体投资策略报告 指出若以最坏的情况评估 今年全球半导体业营收恐怕会下修20%到22% 不过德意志认为最坏的情况发生几率很小 但相关公司股价早已下跌反应利空 例如台积电从4月初高点64.9元跌到59.5元 日月光也由32.35跌到27.3 因此德意志认为现在股价是危机入市的好时机 推荐逢低可买进金元代工的台积电 与封测的日月光和细品 未来将有1到4成的反弹空间 另外工研院对台湾IC业的成长力则信心十足 预估本季淡季不淡 总产值可达4067亿 计增率5.7% 其中IC设计业产值1062亿 计成长2.5% IC制造业产值超过2000亿 计增6.6% IC封装业688亿成长7.5% IC测试业307亿 计增7.7% 在第二季整个大盘拿回的时候 确实是有可以去进行风力做承接的 尤其在封测一些比较立机型的公司 包括像起放 包括像月光等等 动新闻台北报导